早安晚晚,我是Suker 現在的人因為工作繁重 但是時間不夠 常常需要一心多用 像我現在就邊講前言 然後邊跟大家打我的腳本 很不會一心二用 那為了更有效率的完成工作 我想要訓練自己成為 一心二用小門手 我自己 所以我準備了三種關卡訓練我自己 這就是本次的計畫 開始 這就是經費有限的時候 但你要做的東西 網球王子之類的動畫啊 主角明明就在打網球 那麼聚精會神的同時 還可以喊出他的招式名稱 一心二用大王子 這就是第一關 邊打球邊講冷笑話 Go 請 認真打 對 好 為了克服先天上的差異 我們要蹲著來 為什麼你蹲著來就比我高 我會講冷笑話 你笑你就輸了 人類有情 叫友誼 那猴子的友誼 林心如被刀戳傷 屁股倒閉 第二關就是要來挑戰 我到底可不可以情緒上的一心二用 我本人其實是不吃辣肉 同時會有一個人向我燒癢 我只能選擇自己要表現出 被辣到的感覺 餓餓好辣 或是只能選擇自己要被燒癢到的感覺 餓餓好癢 不可以餓餓好辣 餓餓好癢 如果我吃完乳片 沒有同時表達出兩種情緒的話 我這一關就過了 很癢 還沒開始 請尊重我的身體一次出現 3 我怕 3 2 1 1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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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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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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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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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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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表面上在上基礎解剖學 實際上 怎麼秀 我記得 表面上在開會 實際上 還有一個很方便的一點就是 我平常在剪片的時候 常常需要對腳本 可以直接把腳本放在下面 外觀也是時尚時尚最時尚 可以看到有一圈一圈的東西 大家知道那是什麼嗎 那不是圓圈喔 那是同心圓髮絲紋 我自己覺得它最大的優點 就是除了雙螢幕真的很方便之外 還有一點就是 它的邊框很窄 邊框非常窄 看起來螢幕又更大了 剪影片的時候啊 我真的很需要大螢幕 雖然說它裡面塞了很多功能 但 我真的非常努力的想要讓大家知道 它到底有多輕 可是 如果我只用講的代理 沒有辦法體會它多輕 所以我現在已經維持這個動作 大概十分鐘了 但我的腳藝一點也不痠 有時候大家用筆電的時候 不是會去買一個斜斜的東西 讓它畫面比較上來一點 比較好打字 可是這台電腦不用買喔 它有二勾LIFE打開的時候 筆電就可以高一點 讓你更方便去使用 這樣子你打字也比較不會肩頸痠痛 不過我自己最有感的就是剪片這方面 剪片超級快 因為這台電腦 它有跟NVIDIA的顯卡合作 那NVIDIA的顯卡厲害在哪裡呢 它跟所有Adobe系列 像是PS或是Premiere 那些都有優化合作 優化是什麼意思 我會變得這樣快 直接測試給大家看 誰可以當第一屆音速小子的大王 3、2、1 對我來說 這樣的功能已經很夠用了 但如果你們是更專業 或是需要做更多特效 可能要 平空變出一棟大樓的人啊 你可以選擇同系列 但更高階的機型 ASIS ZenBook Purdue 它有搭配更高階的顯卡 那剪下來就會更快 我是不知道能多快 但這台對我來說已經很夠快了 那如果再用更快的 會不會30秒的影片 只要25秒就看得完 愛開玩笑 歷史系畢業的文主生 為什麼這麼懂顯卡呢 因為 不過我覺得買電腦有一個最大的重點 就是你一定要現場使用看看 才知道它到底合不合你的手啊 或是你拿起來的感覺如何 所以你可以到ASIS經銷門市 NVIDIA Studio專區 直接去試用看看 現場一定會有店員 可以依據你的需求直接幫你介紹 那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謝謝 掰掰 出席 回到 後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